有网友说他经常梦见一种巨大的碟形飞行器 时不时就趁着夜色跑到他们小区上空发出一道光线 将晚饭后出来溜弯的人都吸了起来 而该网友每次也是毫无意外的 就这样被外星人绑架了 网友好奇是否真的存在梦中这种能让物体悬浮的技术 UP虽然没有被外星飞船活捉的经历 但是在实验室制造微重力空间 让物体漂浮的技术却是存在的 如果我们研究一坨铁会发现 它的内部是由无数具有磁矩的微小区域构成 叫做磁绸 由于每个磁绸的磁矩方向不同 磁场被互相抵消了 所以这坨铁没有磁性 但是用磁铁去吸它 各个磁绸的方向就会趋于一致 形成了和外加磁场方向一致的磁矩 所以被吸了起来 除此之外 如果我们用磁铁靠近一节铝管子 虽然吸不起来 可是把铝管悬挂起来 它的轴线就会自动对正磁集 原因是铝原子外层的13个电子中 最里面K层的S亚层上有两个电子 中间L层的S亚层有两个电子 P亚层有六个电子 所以这两层被成对的电子占满了 电子旋转所产生的磁矩总是相互抵消 但外圈的M层在S亚层有两个成对的电子 到P亚层只有一个电子 这个孤单的电子在旋转时产生的磁矩没有被中和 于是在外加磁场中 这些不成对电子的磁矩方向会趋向和外加磁通线的方向一致 因而出现了微弱的磁力 这种特性被称为顺磁性 但是如果我们用强磁铁靠近水 会发现它和磁铁之间具有斥力 原因是水分子中的电子正好两两一对的将各自的磁矩互相抵消 整个分子的磁矩为零 导致附加外磁场靠近时 电子的旋转轨道面在磁场中由于进动效应而发生偏转 为了方便理解 你可以把这种偏转类比为直升机悬翼的周期变距操纵过程 由于电子轨道面的进动偏转 产生了与外磁场方向相反的附加磁矩 于是水也被磁化了 只是水的磁场方向与外加磁场方向相反 所以出现了斥力 这种现象则被称为抗磁性 水、碳、金属铜和大多数有机物 包括生物组织 都是常见的具有抗磁性的物质 由于抗磁物质附加磁矩的方向 能够完美地和外加磁场的磁通线方向相对 所以抗磁物质受到的外磁场斥力 与自身重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就能稳定地悬浮在空中 比如阿普本人就是由碳水化合物精致而成 因此是一种天然的抗磁性物体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 抗磁物质产生的附加磁矩非常微弱 如果阿普想被外磁场的斥力顶起来 悬浮在空中 预计需要磁场强度达到45至50特斯拉 这当然要用巨大的电磁线圈才能实现 而线圈的运行功率大约需要100万千瓦 也就是说附近得配套一座发电厂 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悬浮装置 缩小到10厘米的空间 只需要几十千瓦的电力 就能制造足够强的磁场 让一只小青蛙身处其中 它身体产生的附加磁矩所形成的斥力 抵消掉了自己99.9%的重力 所以这个空间变成了一个迷你的微重力实验室 虽然我们无法像网友梦中的飞碟一样 对抗磁性的人体施加引力而将其吸上去 但是如果飞碟是履坐的 我们可以利用它的顺磁性把它吸下来 感谢观看